HELLO 大家好 我是答答 又來到了我們的DIY系列 上次的相框DIY大家看過了嗎? 還沒看過的可以點上分的連結去看一下喔 那這次的DIY是我個人非常期待的一個 我在倉庫發現了 這個 石頭噴漆 應該有很多人家裡都會有自己不喜歡的舊家具 可能是顏色啊 或者是它的材質 不太適合你喜歡的風格 然後這時候就會有很多人選擇去買噴漆來改你家具的顏色 石頭效果噴漆呢 它其實就算是一種特殊效果的噴漆 它噴出來的效果會有這種紗狀顆粒感 然後很像石頭的表面 這次呢 我從倉庫跟我的書桌挑了三樣東西來做實驗 分別是透明的塑膠書檔 然後還有木盤 跟最後一個是鐵製的花瓶 那這款噴漆呢 它也有提到說 它可以使用在塑膠製品 木製品 鐵製品都可以 所以我今天除了來試試看這款噴漆以外 我也要來實驗看看是不是真的這三種材質的家具都可以使用呢 那我們第一個要噴的就是這個透明塑膠書檔 那我覺得噴漆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是不管你要噴什麼東西呢 你都要先把它表面清潔乾淨 因為如果它表面有粉塵啊 或者是殘膠油汙等等 這都會影響到它噴出來的效果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先來把它清潔一番 下一個步驟呢 就是要來噴漆 那因為在室內噴的話不太好 所以我們要去陽台外面噴 走 走 現在呢 就要進行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噴漆的步驟 那因為這一罐呢 我們有開過 所以可以先找不要的廢紙或者是豹紙噴在上面 確定它都沒有問題 再開始噴 噴的時候呢 有幾點注意事項 第一個是呢 你距離不要太近 因為太近的話 它噴出來的漆會容易勾成一團 然後就會容易有我們所謂流VT的水素 那另外就是噴的方向 定要以同一個方向為準 不管是平行呢 或者是垂直都可以 就是讓它不要重疊勾在一起就好 剛剛的蘇檔呢 我們大概噴了三四層 然後我覺得有一點很重要的是 你每次噴下一層的時候 你都要確定 剛剛前面上一層 它已經乾了 才能繼續噴 那現在呢 我們就是把它放在外面 等它完全乾 然後再等待之餘 我們現在先來準備下一個要噴的 像這個木盤子 它本身就有一些殘膠 這個就要記得把它用塑膠劑給清乾淨 再噴漆 不然就會影響噴出來的效果 現在木盤的表面底子都處理好了 那因為這個木盤 它本身呢 是有一個小小的裂縫的 所以我剛剛也用P圖把它補了起來 不然像這種裂縫 你噴完氣以後 可能剛開始看不出來 但是久了以後呢 它還是會跑出縫隙來 那我們現在就到外面開始噴氣吧 我剛剛挑了一個不一樣的顏色 想要試試看不一樣的效果 那我們馬上開始吧 剛剛的透明蘇打也都乾的差不多了 我覺得它就是真的表面摸起來有一粒一粒的感覺 我覺得蠻符合我的想像的 我覺得它現在就是比起原本的透明蘇打現在更有特色 OK 接下來要來噴第三個 鐵氣花盆 那一樣我們第一個步驟就是要把它清潔乾淨 下一個步驟就是噴漆 那我們剛剛在工作室發現這個轉盤 其實在網路上看到很多的噴漆教學影片 也都會在下方墊這個轉盤 因為遇到這一種圓形的器具的時候 就很適合放在轉盤上面邊轉邊噴 這樣子才可以噴的順 那接下來我們就到外面去噴吧 我現在在黏養身膠帶在裡面的周圍 我現在在黏養身膠帶在裡面的周圍 保護起來然後再噴一次上面 這樣子就可以達到我想要的效果 那我們這次的DIY就完成了 我覺得以這三個東西來講 它們現在噴完石頭噴漆以後 風格都變超多的 而且本來這三個東西就是 完全不一樣風格的東西 可是現在就是同樣噴上石頭噴漆以後 它們是可以融入在一起的 那以噴漆來講呢 我自己個人的心得是 沒有想像中這麼難耶 雖然一開始在噴第一個的時候 有點難抓到那個手感 可是噴到第三個以後 就越來越順手了 所以我覺得以新手DIY來講 大家可以試試看噴漆這種方式喔 那這次挑的三種材質 我覺得它們吃色效果確實都蠻好的 所以就證實了這個產品真的是三種材質的東西都可以使用 那另外呢 這次我們挑了兩種顏色的噴漆 像蘇膽跟花盆 我們是使用了比較灰色一點的石頭噴漆 那我覺得以石頭效果來講 我覺得也可以用水泥的感覺去形容它 所以我覺得喜歡水泥元素的人 也可以試試看挑這一款石頭噴漆 那另外一個顏色呢 就是這個收納盤 它是有一點帶有米色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收納盤也可以融入在青涉風格裡面 因為有時候大理石紋或者是水磨石紋這種收納盤 會比較難買或者是比較貴 那你就自己買一個木盤子 然後噴上石頭噴漆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實際放一些東西給大家看 登登 我覺得收納盤算是反差蠻大的一個吧 你想像它如果是原本的木盤 擺上這些東西好像就沒有那麼特別 可是 噴上了石頭噴漆就是整個完全不一樣的效果 但我自己個人最喜歡的呢 還是這一個 書檔 因為其實這書檔本來就是放在我的位置上的 但是原本那個透明書檔就是很普通 很無趣 可是噴上了這個石頭噴漆以後呢 我覺得這書檔就是變得很有特色 現在呢 這三個東西就是完全融入在同一個風格裡面了 我自己個人對於這次的DIY算是蠻滿意的 成功 那下次呢 如果我還有什麼新的idea也會跟大家分享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它噴出來的效果 它噴出來的效果 透明的塑膠塑膠塑膠 透明的塑膠塑膠 不要下來 有蚊子 像這個木盤子它本身就有一些標籤還有殘膠 那下次如果我還有什麼 對不起 先看 對不起 先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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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